一线癌是一种发生在消化道的热性肿瘤 据相关的调查发现 一线癌发病率和患病率极高 且每年的患病人数越来越多 年龄越来越小 高发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 男性要多于女性 严重地影响人们健康以及日常生活 而且一线癌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好治愈 如果一个人被去诊了一线癌 随着病情的发展 他的生存率可能就只有13%左右 恶化的程度极高 但是在早期发现一线癌 这预率就会变高很多 因此发现一线癌的早期信号很重要 一线癌的早期信号 胃出现不是卫视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 大多数人吃一些凉的食物 如果起不良反应了 胃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这是正常的一种表现 这时候喝杯温开水 可以很好地起到缓解的作用 但要是不管是去医院拿些胃药吃了之后 有些效果可没过多久 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胃又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 如味痛 同时注意自己的体重也出现了明显下降的情况 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 这种很像胃病但又不是胃的问题 很可能是一线癌的早期信号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线癌的早期信号 二 腹痛 腰痛 如果你经常出现腹痛 腰部疼痛的症状 就要引起你的重视 一方面 当身体出现肿瘤的时候 肿瘤会压迫一线管 这时候人们常常会感觉腹痛 或者是感觉腰痛 痛得直不起腰来 另一方面 如果有种留在一线管的部位 人们在进食食物后 会时不时的复痛 所以你要是有腰痛 或者是胃痛 再或者是二者都有的话 那么一定要警惕一线癌 这两种表现都是一线癌典型症状 为了自己的健康考虑 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做个检查 一线癌的早期信号 三血糖出现异常 据临床的调查发现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糖尿病患者 被查出是一线癌 要比正常人患一线癌的概率高达80%左右 不管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还是一名没有患糖尿病的正常人 血糖持续出现异常 平时注意饮食清淡 蔬菜水果 以及蛋白质这些营养成分的摄入 还是不管用的话 同时体重也跟着减少 赶紧去做个腹部采抄吧 警惕一线癌 作者介绍 彭新锐 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士 全新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